9. 屎股 然后呢 涨最凶的其实是这一档 那不过呢 有最后一间公司我觉得 它的来讲技术层面更高 你知道技术哪来的 偷来 跟公研院合作来的啦 偷来的不敢用啦 财富大满贯 标股赚不完 YA 欢迎收看全新的股市节目 财富大满贯 财富大满贯是由很大的刘燕良 燕良老师来为大家主讲解惑 欢迎老师 大家好我是满贯打击手 ND道刘燕良 OK 老师 我们看到台积电法说在上个礼拜 其实开得很不错 交错成绩单也很亮眼 可是为什么 这个礼拜台股 长这样 是被美债拖累吗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10年期的公债值率 他现在又回到了4.2% 很高的水位 那也看到在昨天其实很多债券ETF 他就涌入了超级多的买盘 像是00937B跟00687B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投资人可以来加码买这些美债ETF的好时间 好的当然 大家预期值率往上走 所以投资债券投资股市 假设获得报酬率差不多 当然债券比较稳 对 所以说投资人会怎么 赶快跑去买美债 可是你看一下00937B的走势 哇怎么一路在破底 包括00687B的走势也一路在破底 很多人抱持着这种心态 越跌越满 可是目前来看的话 还没有止跌讯号 除非你是长期投资人 这地方我认为 跌得够深了 你就分批进场 如果是想做短线价差的话 在明确的这个 帆多讯号出现之前 我认为还是先听看听就好了 短线呢想要买美债ETF的投资人就 缓缓不要急 那我们再来回到股市 小编看到 今天上市的上涨加速跟下跌加速 大概一半一半 不够中小型股票OTC 上涨是有560加 下跌是有302加 没有跌停的发生 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可以说OTC 是不是比大盘还要强 那我们就先从大盘看起 来各位看 其实大盘这几天 从高点 波路上高点开始往下掉 多少是被台积电影响到 只不过他的一个长线趋势没有变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他没有转控疑虑 反而是拉回是要找买点 那近期人要关心的就是 台湾美国都很多企业会公布 包括财报还有做财测的部分 那未来讲的话 必须要先把缺口给补起来 才有办法挑战历史高点 那么OTC的部分呢 可不可以看到 逆着走 OTC反而今天还创下波段新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资金是悄悄版 我要么往全资股要么往壮行股 那全资股休息的话资金自己找出口 再就往中小型股跑了 而且资好型股它的基起比较低 可以看到之前的高点 9月份高点 还没有跃过去 大跑早就跃过去了 甚至是如果你看长远一点 历史高点 1997 我当时历史高点跟现在相比 还差快三成 好多喔 但是基起来讲真的很低 那我认为在接下来资好型股的 股涨几率相当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这机会听起来很棒耶 好好关注一下OTC的部分 那接下来后面这一段一定要看好 因为Andy Lau 雁梁老师的 精选好股要来 不看吃亏喔 压手来了 所以你没有看到九局下半就跑掉的观众 你就亏大了 那Andy 老师 你今天要带来的黑马股 是什么呢 我家讲这个产业 现在 没有 但是未来会有 而且很多 而且是主流 喔好厉害喔 你知道谁在弄吗 台积电 三星 Intel 还有 灰达 包围 全部 都在研发 哇全部都是现在盘面最厉害的 主流龙头股 最厉害的公司全部都在做 因为他跟先进封装的未来 非常有关系 哇 听起来感觉很厉害 因为现在盘面上强的 都是这些 搭上先进封装的 厉害股票 没错 这个产业叫做 玻璃基板 那各位都知道之前群创说我们量产了FOPLP 但是 一看 用在车用晶片嘛 为什么不能够用在整个一个先进封装里面 为什么没办法取代CoVas 就是因为他的技术门槛还没有突破 那突破靠什么 玻璃基板 没错来各位看 那我来讲话要把这个中介层 从系转成玻璃 那这里面大概也分成两个主要商机 第一个 搞玻璃的 对吧 第二个 玻璃要挖洞 因为玻璃不会导电啊 你要怎么样放中间上下可以通电 如何让他能够导电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关键的技术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搞玻璃的 那目前来讲 全世界最大的玻璃公司 你很熟啦 康宁 对 然后像你的手机啊你的一级萤幕里面 也都使用到康宁的玻璃 那你要把这个玻璃来做 下一步的加工才是关键 那这有几间公司 首先来讲Anker 他把玻璃拿来做一些 化学加工之后呢可以开始导电 TO导电玻璃 那最近来讲刚刚突破了整个极限 开始往上走 然后呢涨最凶的其实是这一档 正档 所以他走出去里面率先突破的 因为他不仅 手握了导电玻璃 他可以薄化玻璃 为什么要薄化 因为现在有些用的 太厚了嘛 对啊可是你未来用到 晶片上面 你摆那么厚能看吗 就要剥 切切切切切 越薄越好 然后他两块都有 所以为什么他冲出去 然后另外一间厂商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 他也是薄化玻璃 叫做6405的月成 不像我看到刚刚突破极限而已 而且这些公司 我觉得他真的很爱台积电 有闹多爱吗 他在今年7月份的公告 他买了总共730张台积电 好多喔 拿公司的总资产三成 去买台积电 那你去想一下 他会想买台积电 台积的股价涨 赚一下出分利益 他说什么 台积电如果要用玻璃700 我买了那么多台积电 我给你试好嘛 相信台积电注意到我来用我的东西嘛 对啊 对啊所以这是一减二个 忘了要减四个 先巴结一下这个大老哥就对了 你买到那么多张 他想不知道不行 对啊所以有各位看到 这些公司有刚刚突破的你要留意 那另外一块呢 比较 更重要的叫什么 前面前到玻璃 玻璃又不通电 你上下 都东西要通电怎么办 挖孔啊 买一间导电的材质进去 不就可以通了吗 对所以这个把玻璃砖孔 这个东西相当之重要 那这些公司叫做泰神 他的TGB 就玻璃的砖孔设备 也出了给Intel 跟Intel相关供应链 然后他想说 我靠自己 够 现在流行搞什么 搞大联盟 搞台湾队 搞国家队 来来来来 打群架就对了 对啊有做玻璃基板的公司 全部照过来 我们来组一个联盟 玻璃基板供应链大联盟 对所以他的相关已经组了十几间公司了 未来可能会越搞越大 阵容很大 对啊未来就是去跟Intel讲 去跟三星讲 台湾店讲 怎么需要做玻璃基板东西是 来找我 我们这个team什么都有 一条龙拳包 对啊来找我 一次购组吧 跟大卖场一样 一次购组 对所以这间公司呢 目前来讲 第一档这地方 准备要突破警线 有机会往上 那不过呢 有最后一间公司我觉得 他的来讲技术层面更高 你知道技术哪来的 偷来 偷来 没有啦 跟工业院合作来的啦 偷来的不敢用啦 但是从政府找技术嘛 政府专门研发技术 然后呢 找企业然后把它商业化 这一公司 是6658的一个 联册 他们做的叫做高升宽比 这个东西升宽比什么东西呀 对啊听起来就好难 大家想像一下 我们晶片是堆叠越来越高 传统2D往横的走 非常往横的走 但是不能往横的走 要往上走 拉高一点 横的不行往上走 越跌越多 所以你要挖的孔 要变比较深 可是呢 叠上去之后我晶片还越来越小 那所以你每一个孔 孔隙中间 留的空隙又变小 所以孔的直径呢只好一直往下缩 所以你要深 孔径又要小 好难喔 对所以深 宽比 又是关键 这决定整个TGP技术关键在这里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 他已经接到这个工业院合作的计划 他负责就是 像是镀膜设备 跟电镀设备的部分 大家知道目前很多在做 如果 业家做深宽比大概顶多到10 10是极限喔 最多到15 就上不去了 够要技术你猜多少 最高最高 12 没有他可以 到30 喔 但你目前来讲的话不需要这么深 不要这么宽 对深宽比不需要那么多 可是因为芯片会在发展 会啊 要啊 如果发展再发展下去 人家的东西不能够用了 他的东西是有竞争性 所以他的东西虽然还没有开始出货 但是他现在手握的是 全世界最先进的 玻璃砖孔技术 就在他的手上 所以这些公司大家 有看到 突破警线时候 为什么太深突破不了警线 技术没有很厉害 为什么 明明还没有出货 可以突破警线往上走 今天创新高了 走过全世界最好的 玻璃砖孔技术在他手上 自然这是真正的商机 所以呢 玻璃基板这个产业 目前没有 因为 最快可能2026 2027才弄得出来 但是未来会成为助流 这现在 都是低档布局的 大好机会 老师那我有问题 那现在这张玻璃基板这样听起来 那他算是一个耗材吗 会跟着台积电 比如说 以后灰达单越接越多 那他需要的这个耗材会越多 他们有机会 会 吃到这个肉吗 没错 他就是耗材 因为你这块基板 封装完之后切切之后 就剩下断圆残壁 你要换一块新的 对啊换一块新的 所以未来讲 天竞封装的这个 产能持续的往上扩充 玻璃基板 石油量也会增加 所以前面开头就讲 现在没有 未来会有 未来还会变得很多 这就是场线赏集的 哇 这听好了 笔记做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 就是 小编帮你问 好节目最后 好康来喽 如果你有股票的问题呢 可以在这一集的下面留言问老师 或者是加入老师的LINE 跟老师一起讨论喔 不过啊 因为我们今天是节目第一集 当然没有人问问题 所以啊就由我小编来帮大家问一下喽 那可以知道啊 今天晚上呢 Tesla他要公布财报 那Tesla今天呢就出了两个利多的新闻 一个呢就是9月份的欧洲新车销售量连两个月呢是陷入了衰退 不过啊电动车的销量呢年增率达到了14% 到了21.3万台 摆脱了8月份大减36%的这个局面 那其中呢Tesla的销量大增了30% 另外啊上一次Robotaxi发表结果出来是蛮辣菜的 不过啊今天新闻居然是好消息喔 就可以看到啊电动皮卡卖的很不错 然后他的价格也不低喔 大概要台币350万 老师这样子是不是有机会让Tesla 谷底翻身呢 你刚才讲电动皮卡我突然想到电动皮卡丘啊 电动皮卡丘 买350万 怎么那么贵 很大字是不是 开玩笑 特斯拉今天的财报算是在美国 大型科技股里面很前面的 所以市场上才想像 他究竟会带起整个产业的一个利多 对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一个走势 这个看起来像要带利多吗 不太这样 财报之前上礼拜先往下掉了 为什么 其实他第三季交车量真的还不错 所以预估营收是年增的还快一成 可是大家别忘了他在中国干什么事 降价销售 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 这牺牲利润呢 毛利率反而是不争反减 营收上升毛利率下滑 结果各位 华尔街遇估了 对他的预期 赚了钱 会少一成 好多喔 这个大家报告他财报 原则上 不会有好消息 所以你不要期待说他 公布财报之后电动车的族群会大富 很难啊 然后他 有几个东西大家注意了 第一个是除能相关 除能大家已经说真的四成 好赞喔四成 对吧 媒体刑很大 先给大家报告一下 除能营收占比 不到一成 8.5% 很少 你不要笑 你知道吗 前面条电动皮卡 Cypher truck 你知道 占整个电动车销量多少 不到一% 也没有这么低啦 占他整个电动车的销售大概 3% 差不多 97% 都是卖什么Model 3、Model Y、Model X等等 所以电动皮卡卖的好 电动皮卡丘卖的好 没有用啊 叫皮卡丘来也没有用 你找小事来也没有用 所以 各位不要讲说这是利多 不会 但是他有什么焦点 他现在在搞什么 第一个人型机器人 其实我有看那个发表会影片很厉害 那机器人还会这样跳舞 然后手还会这样转 超厉害 讲到这个就来气 你知道吗 气什么 被人家抓包 后面有人在远端遥控 喔 原来是遥控机器人 对后面机器人怎么那么强 遥控机器人我也会啊 难怪 遥控手从小玩到大嘛 所以他机器人 目前还有一个长远路要发展 可是搞不好 今天 晚上法说会讲一些好消息 包括像无人机车车也是一样 之前发表 讲的东西很少 市场上觉得 你讲太少了啦 未来商机在哪里不知道 听说今天晚上 他针对这一块 会讲发表比较多的讯息 所以今天晚上要注意的 反而不是Tesla卖的怎么样 而是他这个计程车要怎么做 对过去是叫特斯拉电动车 未来是 还没有可以出货的 特斯拉机器人 跟什么无人机车 所以假设他讲的东西 市场上买单 讲的赞 强项工具很大 相关的概念股 就会上来 那是什么 赶快讲 像是1536核大 本身做齿轮的供应商 就看到他的 下降力线有机会补量之后突破 那核大本身下面有间公司 做 加工中心积乐 就简单来讲 齿轮 就用这个他的机器来做 那各位看到他其实已经突破了整个一个三角熟练 刚刚向上 那真正最受惠的是这间公司 2464蒙利 他跟核大合资成立了蒙银科技 这公司有多重要 不知道 他做斜波减速器 他是机器人里面的灵魂 是什么 为什么 他可以用比较小的力矩 达到比较大的一个作动效果 这是关键零组件 那听说这东西已经出货给 特斯拉 所以他是标标准准的机器人概念股 至于在无人机轮车方面 他在无人轮车靠什么 靠他眼睛 靠什么眼睛 镜头啦 镜头 镜头就是眼睛 而且 大家知道特斯拉过去来讲 马斯克很不屑 光达 他认为雷达没用 我靠镜头 成本的十分之一 我就可以做到 无人驾驶 但是听说他现在 偷偷的在买光达的 东西来测试 因为 大家知道特斯拉 为什么常常在新闻上报出问题 什么下大雨的 什么下大雪 天色昏暗 镜头在感测上面 常常会出点问题 所以 只靠镜头坦白讲可能不够 要再加入光学雷达 对 光学雷达大部分做的厂商 现在中国大陆做的在七八成 美国厂商 但是这些公司 有镜头 左手有镜头 右手有光达 I have my镜头 I have my 光达 是谁 是谁 想知道对不对 对 我想你一定不认识 3019亚光 你知道他在镜头 你不知道他有光达对不对 不知道 去看看他公司的网站 他真的有光达 不是网站很烂 对 那大家想一下 目前特斯拉 电动车的镜头主要工艺商之一 不就是他 那如果 正常做无人车要导入光达 可不可以直接从雅光 采购 熟悉的最对位 对啊 所以假设晚上特斯拉 财报不好没关系 假设 但大家觉得机器人好 那大家觉得无人车好 以上这些公司 就有可能转强向上 所以大家好好的留意了 同学们笔记做好了 另外如果还想知道 燕良老师还有哪些更多的好股票 就欢迎加入老师的小老鼠 STAR8888 那老师的 QR Code 就在萤幕上面自己扫描咯 财富大马怪 大家一起赚 不要忘记下周继续收看咯 拜拜 华关头部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战争证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努力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关头部111 尽管头部新资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drop shoes 第2 请不吝点赞 订阅